长相平庸女子 一系间拥有明星般亮丽容貌 就是这般神奇魔力 南韩正行风吹到中国 但眼上的医疗纠纷也如影随形 我原来的下巴是翘的嘛 但我不太愿意动 我跟她沟通了多次 她老跟我说 她说你要相信院长 这样才能做好手术 我们是为了做广告免费给你做 南韩正行节目在中国招募参与者 经过选拔山西一名女子接受征召 获得免费整形 不过这净是噩梦开始 当时她就说你鼻子是睡歪的吗 我说怎么可能我的脸都做了蘑菇 我怎么可能侧着睡啊 开玩笑呢 然后她就说 那没事那我给你矫正吧 她就再给我按了 让你去使劲按嘛 前后动了三次大型手术 包括龙胸全脸共计17项 明途久女子发现 鼻子变斜的脸部不对称 下巴麻木 嘴巴同样歪了一边 五塔陷阱和医院协商有失败 女子非一旦没变美 颜面神经更因此损伤 美梦顿时变噩梦 南韩整形市场大 街头随处可见中文广告招牌揽客 不过医院良幼不齐 根据统计南韩号称是正容医生的 有超过上万人合格注册医生 却只有1500人左右 建议爱美消费者 动刀钱还是得多做功课 切勿盲目相信广告 以免美容变成毁容 下期新闻传媒报道